左岩老师 两位老师都在问女生说 你看她都这样了 你还跟她在一起 那你当初喜欢她什么呢 你回答我们说 是因为她当时老是 相处半年了都不牵我的手 但我怎么听着感觉是 她不喜欢你呢 我也觉得 听到都什么形容词 她说你正的少 头发长 见识短 她喜欢你吗 她喜欢你 她会用这些词来形容你吗 包括她做的那些事情 亲戚让她问一下 那个大夫在哪儿 我去看个病 欠人人情 怎么就欠人人情了 就打个电话的事儿 就问一下 我自个儿去看大夫 我自个儿花钱 怎么就欠人人情了 那要那么说 很多人都欠你人情啊 出去旅行 女孩子多拿行李 在她这儿是麻烦 另外一个女孩多拿行李 但是你嘴上说的是什么 精致 精致女孩 你在说假话 你故意地讲好听的话 来讨好别人 想获得什么呢 讨好你的同事 那个大姐 想在工作当中 得到她的照顾 跟朋友一起出去旅行 想树立一个良好的口碑 所以在装啊 装 就装全面一点 在家里也要装好 你这个包装做得不好 而做人干嘛要那么装 对不对 给到你们两个的爱情建议就是 讨好别人 不如做好自己 女孩 我希望你在 接下来的人生道路上 还有面对感情的时候 互相牵就可以 但是要守住底线 保有自我 祝福你们 好 谢谢周园老师 来 图老师 其实他刚才说 认识你的时候 不牵你的手 不跟你亲近 左延老师说是因为不喜欢 其实不是不喜欢 也是装 装身是风度嘛 对不对 装得我自己特本分 特老实嘛 其实像你这样的男人 是最没出息的男人 就是一个男人在外面 因为工作的原因 要合作 又或者是要帮忙 跟别人交往 很大一部分程度上 是要靠自己的实力 而不是靠你讨好 你恰恰是因为没有自信 才会被老大借占便宜 你恰恰是因为没有自信 所以才需要通过迎合别人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就算是不太这种 就算是不开心 层时就会不会 就算是没有自信 所以才会接受到谁 是不太靠 就算是无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觉得我以前做了太多太让你委屈的事 我觉得今天来到这里听到四位老师说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把这些毛病改掉 如果我再有一次这样的事情 你就可以离开我 你改得掉吗 改得掉 而且我平时可能有时候真的是 没有太关心你吧 但是通过这件事情之后 我心里面一定会首先把你晃在第一位的 然后有什么我也会跟你说的 不会去迎合别人了 也不会去跟人家这样了 跟人家哪样了 就不再去讨好别人了 所以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考虑一下吧 我考虑一下吧 我该如何潇洒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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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为你多给你一招 谢谢两位啊 请回 请回 我该如何潇洒面对 我相信女生还是会出来 不出来 现学生活早就分手了 何来这里 让你认清楚啊 她的这个东西很难改变 所以你那个爱还够不够强 你自己想明白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我们来见证属于他们的幸福时刻 各位请见证 对不起 以前有太多事情让你受了委屈 从今天起 我就一定把这些毛病改掉 希望你能再给维持这样的机会 好 请亮灯吧 好好对人家姑娘啊 客服啊 老师们说的一定要记住啊 一定要改变 所以性格上的东西很难改 她走到一半的时候 她已经想好一定要回头 所以在那个时候 她拉着女生回头 但她恰恰忘记了 应该帮那个女生拿那个礼盒 没关系嘛 慢慢来嘛 今天已经意识到了 照此改变嘛 会有进步的 好